左侧的叫玄球撞云 它是风暴进入成熟期的铁证 这张影像是我拍摄近乎完美的一次 但同时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那是2020年8月9号的晚上 一团新的风暴突然从天边飘来 远方的闪电和近处散发着诡异的蓝紫色光的云 在我的镜头前交相辉映 正当我拍得起借了的时候 一位牧民走了过来 他问我在这干嘛 我说我是摄影师在拍摄面前的这团风暴 他听后犹豫了一会儿 紧接着带着一股哭腔说道 你们这些摄影师就应该过来多拍拍我们 你知道今天下午的风暴有多严重吗 冰雹把我的三轮车玻璃给打坏了 更把我们牧民一年的收成全部打烂 听到这番话 我的内心百感焦急 五味成杂 因为我过去只想单纯地拍摄风暴震撼的美景 但牧民大哥的一番话 和我现场的兴奋与喜悦 形成了巨大的对比 回去之后 这番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了我的心中 原来当风暴来临的时刻 只有我一个人手舞足道 于是我决定转型 我开始在我的作品中 加入一些文字注解 用最朴实的语言 去讲述这些风暴的来龙去脉 是的 我成为了一名气象科普人 响应国家防灾减灾的号召 让更多人能了解风暴 抵御风暴 现在回过头 我十分感激曾经的自己 选择了风暴摄影这条路 纵使路上艰难万分 纵使路途孤单长半 但如果一件事总得有人去做 为何不能是你我呢 作为国内职业风暴摄影的开创者 我用两年时间 走过了十一个省 跨出了两万七千公里的追风历程 成功追逐了上百个超级风暴 累积影像六万余张 终于走到大家面前 走到现在 在风暴过后 告诉所有人 我的每一次追逐 都是因为热爱 热爱是生命中的不节动力